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我们谈谈血压低 那如何为止血压低呢 一般来说血压高的血压是90以下 或者下压少于60以下 那就是低血压 那低血压的话 通常病症很容易头暈 或者很疲 有些人甚至一暈就暈倒 或者坐下起床的时候 一暈就跌倒也有 那要了解血压低 我们首先有些基本 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有少少的形式 那我们最简单的想法 就是把心血管系统当成 心脏是一个水泵 那水泵就跌着一些水管 接着就跌回来的心 就是一个closed system 一个封闭系统 那实际当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不过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解释 就比较大家容易明白一些 那心血管系统当成 就泵一些水 就经过这些水管 接着就经过身体各部分 回到泵那里 接着就再泵出去 那心血管就不同 水泵的心脏是会泵血出来 一路收缩的 而那些水管 就是血管 也不是硬帮帮的水管 就是我们的血管 是有弹性的 它有张力的 就是说 血管壁上高 是有肌肉的 就是说它可以 需要的时候 它就收缩 收缩到很窄 这样的 亦都可以有需要的时候 就扩张 扩张到很阔 这样的 那大家要了解到 我们通常 身体的血液的量 就是只有这么多多 这样的而已 有限量的血液 在这个封闭系统里面流动 血管 就是那个张力 就对于血压 影响就很大 那当你 血管扩张到很阔的时候 那你只有这么多血的 那就是 就那些血液 比下去 那个血管壁 就比较低一点 因为你的血管已经扩张到很阔 对不对 那你的血量只有这么多 那那个压力就会小 那血压就会低一点 如果那个血管 收到很窄的话 那你只有这么多血的 那就是 那血液就压下 血管壁的张力 就会比较高 那就形成 血压会比较偏高 大家理解了这个基本原理 那就是要知道 为什么会有血压低呢 就非常之容易了 那我们可以逐个部分去想 那第一 就是 最简单就是 心脏那里 可能出了些问题 比如有些人心脏衰竭 那你 泵血的功能 就泵血的力度就差了 那自然 没有什么力 泵出去 那血管壁上高 就是受到压力 就比较低一点 第二就是 主要就是 血管的张力问题 大部分人 血压低 都是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血管壁那里 它收缩得不够 那变成了张力太低 那血管就抗得很阔的话 那你只有那么多血呢 那血压就会偏低 控制这些血管的张力 就是我们叫做 有一个叫做 交感神经系统 那就是简单说 我们神经系统 可以分两大部分 主要就是 我们可以主动控制 比如我可以控制 一些手去屈曲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 神经线 铺在肌肉那里 那里 那我脑那里 有个信息 那个神经线 去到肌肉那里 肌肉就会收缩 那这个主动 我可以控制 那我身体有些功能 就不是我们控制 就是包括我们的 心脏的跳动 包括我们的 腸脏的动 也都包括了 血管的张力 就是血管的收缩和抗张 那所以凡有些东西 是会影响到 神经系统 都有机会 就影响血压低了 那比如最简单 就是年纪大了 就是那个神经系统 其实年纪大了 什么都退化了 就包括这个 这样的交感神经系统 那交感神经系统 就是退化了 它反应慢一点 那比如很多时候 老人家 坐得久 那些血呢 就迫在脚那里 下肢那里 那他突然间起床 如果开步行的话 因为那个交感神经系统 正常 你起床的时候 那个交感神经系统 就会叫那些血管 就收缩 令那张力增加 就令到血压升高 等你个人站高的时候 那些血可以浸到上脑 那样的 那就没有问题了 那主要就说 年纪大了 那这个 这个反应比较慢 那老人家一站起床的时候 那个交感神经系统 就没有那么快 可以收缩到那些血管 那些血管 那些血管还是那么阔 那变成了呢 就突然之间 那些血呢 就不够力 就浸到上脑的时候 那脑一不够血呢 那就一暈呢 就是眼前一刻 就可能会跌低 那你知道老人家跌低 可能后果很严重 那第二呢 就是各种的病呢 如果影响到这个交感神经系统的话 都会影响到血压低的 那比如会有什么病呢 比如说柏金顺症 那柏金顺症呢 那柏金顺症呢 就是 它也是一个老神经的问题 它呢 就 somehow 就不知道什么机制 它都会影响到这个交感神经系统 所以如果有柏金顺症的话 那也都比较容易 就是容易血压低 那就是会出问题 那另外就是糖尿病 那糖尿病 大家都知道 血糖一高 就会对那些神经 很大伤害 比如那些脚 那些神经 就破坏了 就脚没有感觉 弄傷了都不知道 接着发炎 接着呢 就要截肢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它除了说 这些神经会破坏到呢 膠感神经系统 也有机会影响到 那就是影响到 那个血管的张力呢 又是很容易会血压低的 那另外一个非常之常见的原因呢 就是药物引起了 又不是说身体出什么 其他问题 而是药本身呢 令到那个血管的张力呢 就减低 血管抗张了 张力减低令到血压减低的 那这些就很普遍 那最明显就是说 血压药 血压药呢 很多都是经过 就是去抗张器管这个机制 从而降低血压的 那有时如果那些反应太过厉害呢 就降得太多呢 那就容易有血压低了 那所以呢 通常如果你有血压高 吃着药的话 发觉呢 很容易坐下起身头晕啊 很容易眼前一刻啊 那些呢 那你就跟医生说 可能要调调一下剂量 那不单止血压弱的哦 有些时候 比如一些的鎮症剂 那些很常用的鎮症剂呢 都有机会引起血压低 偶然呢 有时有些的 就是情绪的药物呢 也都有机会呢 就是影响到血压低 那至于如何去处理 血压低的问题呢 那大部分的血压低呢 就是主要都是要看原因啦 那其实最普通的那些 老人家那些 其实很多人都有的 比如说70岁呢 可能30%的老人家 都会有这个 坐下起身 见头晕这些这样的 血压低的情况 那最主要呢 就是说坐得久起身的时候呢 一定要慢慢慢 要好慢好慢这样 那要站起身呢 要站一会 慢慢来 那个人没事了 慢慢才开步走 周围的人 就要看着老人家 这样才行啦 那平时喝水的水分要足够啦 那如果有柏金顺症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影响到神经系统呢 就会血压低的 那如果有柏金顺症的话呢 吃东西那里就要注意一下啦 最好呢 就少吃多餐 就不要一下吃大餐啦 因为呢 如果你有柏金顺症 如果你一下吃得太多呢 那些血呢 就去了腸里消化呢 那就会更加令到血压就更加低 那当然如果有糖尿病呢 糖尿就一定要尽快尽快控制得好它 那就可以控制到血糖呢 那就不要那么伤那些神经线 那也都没有那么容易有血压低的 那最后呢 药物的东西呢 刚才都说过了 那如果真的有血压低的病症 又在吃一些情绪药啊 血压药啊那些呢 那就最好问一下医生啦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些简单 很容易明白又有用的医学资讯呢 那建议你买我的新书 Dr. Rex 医学幼稚园 那在各大书店 天地图书啊 成品啊 三中箱啊 那或者香港tv mall 都可以网上订购的 那海外的朋友呢 就可以经香港书城的网站 去邮购 那如果你觉得这些影片有用呢 那都请你推荐给其他朋友去看 那如果你想表达实质的支持 亦都可以透过YouTube的超级感谢功能 就表达你的支持的 那未订阅的朋友呢 就按下个订阅键啦 按下个钟仔 留言点赞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